央行降准后我们该买房子还是买股票 从目前来看在瑞哥看来 无论是买房或者买股票 其实都不是很好的选择 因为其实目前啊 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大萧条 还没有见底啊 如果说你实在要选的话 我个人建议还是去买房 这一次的央行降准啊 将在3月16号起实施 它的学名叫普惠金融定向降准 这次的缘起在于啥呢 为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降低社会的融资和实际成本 再往深一点解读呢 就是疫情啊 它影响到国内与国外的市场 影响到国内与国外的产业 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 尤其是很多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更是非常的困难 需要有资金方面的扶持 所以这次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并通过降准来实现 它融资成本难的这个问题 当然呢 这一次的央行降准 也会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对于受到疫情影响后的经济修复 相关政策会逐步到位 这个国家稳经济 稳发展的这个决定 决心呢 很大也很足 那么 首先我们讲一讲对楼市的影响吧 疫情之下 房地产受到的影响 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销售不大灵动 所以呢 也会影响到土地市场的这个灵动性 所以啊 无论是房企还是地方都会着急 大张旗鼓的旧市是不太可能的 房地产发展呢 它的红线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国家政策是房住不少 而且房地产它的发展态势 要符合稳健的趋势 一些按纳不住的地方 已经受到了一些约束 一些过于放松 跟调控精神不契合的东西呢 就要得以纠正 这次这样子 我们不可否认会有一批资金 曲线流向房地产 但是不会因此缓解房企的这个资金的困难 虽然降准对房地产的影响比较少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房企它通过销售变现的热情才会更高 热情变得更加真实一点 见效一点 当然降房价是最有效果的 从一些地方的房价政策来看的话 倾向于给房子降价松绑 疫情之后 楼市会需要一次强劲的一个反弹 反弹的最大力量就是降价促销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央行降准之后或者说在疫情之后 买房还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之所以说降价之后买房还未必合适 一是因为买房的大多买涨不买跌 如果跌了当然还希望会再跌 对吧 二是呢 疫情之中大家的经济收入或多或少的受到冲击 买房是个大物件 收入遇到困难 大家消费起来呢 心中更是有点不安 最后呢 就讲一讲这个对股市的影响 融资成本降了 当然它利好的产业 利好的企业 对吧 而股市呢 因此也会利好 这是一般的逻辑 但是我们要看到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它是全面性的 现在的利好 是有利经济发展的修复 就像一个亏了钱的人 他也能借到点钱了 但并不是不差钱的人 对吧 还有人愿意借钱给他 全球股市呢 在疫情影响下 表现的整体上都是很落幕的 这个时候呢 你杀入股市 必须要有强大的心脏 所以这些利好呢 其实并不构成了 我们对股市继续看好的理由 当然 如果说你胆子的 可以继续去尝试 那么为什么啊 瑞哥又说 如果说你是在要投股市和投房市 这两个选项当中去选呢 最好是去投房市呢 因为在2019年 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 它已经得到了一次空间的回调 对吧 大家都知道 2019年的房价是没怎么涨的 而在2020年初期 许多地方的房价 它也进入了一个调整的期 甚至是恒大也推出了 这个7.5折的这个购房密度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刚需 并且所在的城市 出现了一个 20%到30%的这个回调空间 那么买房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 没有在这一段时间里出现过回调 那么你可以耐心等待 2020年中下半年的时间的回调 等待房价 有一定的下降空间的时候 再出手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OK 今天瑞哥的解读就到此为止 如果您觉得瑞哥说的对了 那么请点赞关注并转发 如果你想跟着瑞哥 每天学习互联网财经知识 那么关注瑞哥就对了 OK 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关注瑞哥教你用互联网创业挣钱